朋友你玩我吧 今天又是屠龍寶刀出鞘的日子 看看有沒有驚喜 這個好小哦 如果小一般都是小精品的居多 這些雖然是綠色的 但是水太乾了 水頭太短了 根本這個來做的話 看似有點料不提供 它不起貨 組織比較鬆散 然後呢 就是肉比較粗啊 然後又比較鬆 水太短了 太粗 看看這一個 第一個失望了 這裡面裝個盒子的 應該是不錯 沉澱墊的 希望是個好東西 這個石頭這裡有點藍藍的 肉質呢倒是挺細的 但是腫不夠 但是呢要切開給你們看一下的 不然的話 這裡有一條裂啊 從這裡一直順到這裡來 那就順著大裂切就可以了 但是我估計 因為它的腫有點嫩啊 怕也是不起貨 也就是老鼠咬龜 無從下手啊 就這麼看 這些料子都還不錯 全部都是泡好光的啦 這個有點特色 先看看這位老大 說啥 這字寫的真漂亮 有 不是 你就叫我大餅就得了 你說你是新手 但是我看一下這些質量都還可以 要麼有特色 要麼有質量 一直不知道做什麼 有意境的小東西 可愛一點 沒有一定的特定題材 交給我來發揮 謝謝 雖然從未見過面 卻覺得你是我認識很久的朋友 見字如面 祝好 王先生 謝謝 謝謝您對大餅的認可 這個撒筋呢 它的腫跟肉都是普通 但是呢它有點特色 您喜歡做一點意境的 好好想一下 這一個呢 它這個白冰的 它的品質是相當的不錯的 明顯可以看得到 它這這裡面呢 帶有一點淡淡的質地 淡淡的春 這裡它說的摔掉一小一點 很容易修改 然後這些呢 肉質很細膩 有點果凍一樣 膠感很足 確實是膠感很足 您說你是小白 我都覺得你是不是逗我 因為你的東西要麼有特色 要麼就有品質 一定好好設計 來一個大家伙 檢測證書 石頭的鑑定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鑑定哦 整個石頭 它只是鑑定什麼 備注 結論僅針對開口處 表皮不做判斷 看看難道有故事 如果這個有故事 那應該就是有糾紛咯 這個形狀呢 方方正正 形狀特別的好 打燈呢 這裡的還不錯 但是呢 根據我打燈這邊的這些光 這個所有懂行的朋友 所有同行看過來 這個東西的皮 絕對不是原生皮 所以呢 才會有這麼一個證書過來 有一些做假的那些 它就是這樣子 裡面反正是翡翠就可以 你管我皮是怎麼樣的 但是呢 憑我的經驗 以及對它的這種看法 它這個石頭無疑 這個皮 絕對不是原生皮 你們那要怎麼搞定 你們自己去搞定吧 為什麼呢 很多人他就針對了這一點 鑑定了這一點 短處 只要石頭 我露一點這些出來 給你去鑑定 這些是翡翠就可以了 你管我皮是不是原生皮 這些人就專門鑽這些空子 第一個 大箱子失望了 這個是已經切開的 打燈下去噴一點水 大家看得清楚一點 這個是開口處 它的開口處也是不怎麼樣的 沒有水頭 水短 然後切下去大家看一下 應該是稍微懂一點的朋友 從這個打燈 然後看這個肉跟這個晶體 看這個裂 應該知道這個也是沒有用的 你這個人家是從水口味切下來 你看它有水口味這裡打燈都透不到 這個應該不用切的 這個好電手 這個單純從皮殼上來說 這個皮殼是不錯的 剛才那個非原生皮跟這個原生皮來比一下 大家看一下 這個非原生皮 它從頭到尾 顏色都是一致的 你看這個非原生皮 從頭到尾 它都是顏色都是一樣的 然後這個呢 你看啊 有的黑有的黃 因為它洗過的 有的地方是沒有洗到 這種是天然的皮殼 這個卻不是 這裡有斷口 斷口處有開窗 就這麼看的話 也還是水頭比較短 皮殼倒是挺結實的呢 但是石頭皮殼結實不等於它是好東西哦 這裡去乾一刀吧 它這個開窗處這裡 切厚一點點 到時候如果說能做東西的話 我們也預留了個餘地 但就我來看 應該是做不了東西 這個去打官司吧 這個是整個也是巴拉皮的 現在巴拉皮還沒看到肉質 它的裂已經比較多了 這樣看呢 總還是不錯 總還是挺老的 就看切出來它是怎麼樣了 就這麼看的話 它應該切不了大劍 那就這裡有一條大裂 看得清楚吧 這一條大裂 順著大裂這樣來一刀 順便可以看看這邊的肉 這個呢大家看到了沒有 成片狀的那個晶體 這樣一打 它會反光 這個打燈沒有表現 從表皮上看 它好像有點底色的感覺 這裡就這樣拿一刀 從這裡這樣拿一刀看一下 這個也是剝開的 這是切開的 這個還沒有打燈看 它都已經是裂很多了 切下去 哇大裂石 這種應該是黑石頭切的嘛 隨便說你看一下這裡好像有點腫 但是它肉很粗 然後葉一條一條的 這個有開窗 這是個會卡的 打燈起來水很長 現在看著種好像挺好的 你要切開才知道 切開的話就掀個蓋子 這個剝開了 從這些打燈處看 但是沒什麼用 這個開口處呢 也是肉粗水短 但還是要幫你切開 切開的話就不從這條裂下去了 從這裡掀個蓋子看一下 箱子裡面還有一個箱子 我真的是對大箱子 開始有點恐懼症了 這個這樣看 肉好像很細哦 也確實是看起來肉很細 但是它這個就是沒有種啊 就是看起來好像水很長 但是它沒有種 就是肉不老 這種不起貨的 你雖然是包了皮 我這個不用切 我知道它不起貨的 所以這個不建議做的 這個也是沒有種 是石頭沒有種 看起來雖說是肉細 跟那個差不多沒有種 這些呢全部都是嫩嫩的 這種皮殼呢 我在礦山上 大家看一下 這種皮殼看起來 紮細細的 很白 我在礦山上的時候看到一個 它裡面有一點色花 一打燈 整個都是很漂亮 然後我不敢買 因為我很少看到這種皮 這種皮呢它是原生皮 但是我說不出來是什麼 廠上的朋友說 你說這個叫新腸食 這個呢要把它從這裡拿一刀 然後這裡拿一刀就看得清楚了 但是我看它就切出來就是 肉質有一種感覺 沙沙的那種感覺 說不出來 那這些就不用管它了 這個就切一下 好像你買的都是同一個殘口的東西啊 你這個既然沒有切開 就幫你切開 這裡翻一下 它也是沙沙的感覺 這個就不用了 這個稍微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了 整個肉都是粗的 這裡 然後水也短 你看打燈都泡泡的感覺 這個跟那個也是一樣 我不建議做 料不提供 這個切開 就是跟這隻肉一樣的 沒有東西 但是還是要幫它切一刀 這個有顏色 然後呢 筆磚夠用 人家都幫你畫好了 這有力的 這樣切一刀 這樣切一刀 這樣來做一件 嗯不錯 這個想法可以 認同 這個看起來也是有顏色的 這個是有顏色 但是水短 你這裡只是剝了皮 它這個也是腫不夠 然後呢 肉有點粗 水有點短 這樣吧 這個就順著大獵 從這裡給你拿一刀 切下去 我是不建議做的那一種 朋友 你玩我吧 先拿一堆普通東西來玩我 這個大家看一下不錯 肉細腫好 然後呢 飄有一點點雪花棉 這個上面的山啊 你都不用刁 它就是一個雪山 等一下我在這裡 稍微幫你加點東西上去 那個液晶就上來了 你這裡雪山 我在這裡 給你搞一個江太公釣魚 院者山溝 不錯不錯不錯 為什麼呢 它最好的位置就在這裡 邊邊上的這些是貓水味 我們說的貓水就是 有一層或者是一塊 大部分都是一層 邊邊上有一層 然後它會分散出來 就是灰的 灰色的 然後黑的 雕刻起來 拋光起來 它也不起貨的 在這個位置 跟這個位置可以做 而且這個呢 它的像果凍一樣的 肉非常的細膩 像這個就起貨了 這個呢 非常的有意境 天然的 幹嘛 不要玩我 下次直接在箱子說 我那裡面有好東西咧 好像是有味道的 這個呢 肉稍微粗了一點點 但是它色彩比較好 你看這裡也有一點 那個花色 然後有黃 有紅 這個呢 要把它整個鋪開來 鋪開來之後呢 就看一看 它的肉質怎麼樣 但是不是說 連這個切掉不是 就像這些還沒鋪開的 我們刀下去就可以 切看一下肉質 這要適合是整個做 還是切成掛件來做 因為這個有點大了嘛 這個呢 它整個扒完皮了 然後看了一下 它也是沒有腫 別看打燈 我有 有些剛入行的人 或者是剛接觸翡翠的 就會被一句話洗腦 說打燈幾分水 到達什麼腫 我這個我真不懂 我自己是不懂 你看它這個水長看是沒有腫的 它一打燈你看 它這麼長 在某些人嘴巴 這都成了高冰玻璃腫了吧 但是不是 我們一看 這東西這是沒有用的 沒有腫 就不用切了 這個你整個剝開了 然後呢 也是水短 沒有膏腫 這個也是整個剝的皮 我這嚴重懷疑你 這個是不是自己剝的皮 這個腫挺好的 你把它剝著看起來 都不像好東西 打燈下去呢 它這個腫就有了 肉雖然稍微粗了一點點 但是腫的品質在 它腫好 它就能夠起貨 但是這個呢 還是不太適合雕人物 但是它雕別的東西起貨 特別是雕立體動物 特別的起貨 因為它有光總好 這個呢 是有個撒精的 然後呢 這個東西設計小精品 這個呢 還要做一下溝通 這裡它只是缺了個角 其他的就按照朋友說的 做一些有意境的東西 然後呢 這個撒精的 也是要慢慢的設計 一時半會也搞不出來 然後這個呢 大家看一下 開了一個小蓋 看一下肉 它這個霧層還是可以的 這個呢 做的話建議是相對 比較有價值的話 就是整個做 就是盡量不讓它不露白 看一下肉呢 就沒辦法露出來 到時候設計把它填補起來就可以了 然後其它盡量不露白 對著皮來做 因為它這個皮還可以的 這樣價值就相對高一點點 看到嗎 它這個就上面這麼一點點 然後呢 我說了 用處不太大 切下來也切實是 這兩個我說不用切的 然後這個呢 切下來 它的晶體稍微粗一點點 但總還是有的 然後這個呢 就是做什麼 立體的 立體動物最有效果了 哦哦 沒有了 又是一個畫手鐲的 在皮上畫手鐲的高手 這一堆就是沒有用的 相對不用的就在這裡 然後翻開來之後呢 這一個呢 還可以做 因為它這上面這邊 色還可以 肉質也還可以 總是底質各方面 綜合因素來做 還是起貨的 然後這幾個就不建議做了 然後這裡就是這一個了 你看另外一邊 切下來的肉像果凍一樣 之前呢 不是有裂嗎 切下來有裂 然後呢 又把它改小 它這個很有意境 為什麼呢 這天然的 它其實這裡是很小很小的小碎裂 那小碎裂呢 它是夾雜著一些棉 感覺就像在下雪一樣 其實這次真的是很神奇